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玩具的小实验 上一次呢是拿着我们的鼻涕胶和我们的一个赔乐多粘土进行了一个混合 这一次呢我们是想来试一下用我们的鼻涕胶和我们的智能粘土呢进行一个混合 看看会发生出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呢 首先呢我们是拿着我们这个透明的智能粘土给它拿一小块出来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小球把它做了一份放到旁边 当然了这个智能粘土呢我们不需要给它混合太多 稍微的拿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给大家做个小实验 我们只需要看到的结果就可以了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呢去和我们的鼻涕胶进行一个混合呢 我们这里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做成两份 如果一份不成功呢还可以再试一下另外一份 我们使劲的把它揉起来 看看它会不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 看起来呢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特别大的变化 我们再把所有东西都揉起来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揉在一块呢 我们再拿一点点的智能粘土 差不多这么多 不要拿太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会发生什么 嗯我觉得呢好像不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怎么觉得 感觉呢它不管怎么揉都不会给它揉到一起 或者是很好的混合起来 我们其实刚刚都已经把我们的智能粘土和我们的鼻涕胶都已经分开来 然后再给它揉到一块 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们又分别各自与原来的一些鼻涕胶或者是智能粘土呢又重新混合起来了 我们现在用我的手使劲把它给它搓成一个球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看起来还不会呢 哎总的来说呢 嗯可以得出我们的实验结论了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谜体鼻涕胶或者是用我们的智能粘土呢 怎么样把它揉起来 我们的鼻涕胶或者是智能粘土都不会与另外一部分相融合 然后它一直都会保持着原来自己的样子 鼻涕胶会归鼻涕胶智能粘土会归智能粘土 虽然呢我们没有打到一个非常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小实验 嗯我们的实验呢就证明了一个结果 鼻涕胶和智能粘土是不能揉起来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